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娜娜新鲜视频 本期呢也是一个我非常 最近非常喜欢玩的英雄 纳比克这场的话也是双方分都挺高的 我们这边是五人黑 这个英雄呢其实讲到你 我以前是并不是很喜欢玩的 但是自从啊 无意之中看到了唯一真神 9000分的Miracle大神的 纳比克我对这个英雄呢 深深的 沉迷无法自晚这个英雄 之前的话是炸完两个改建 所以说我一度是放弃 使用了纳比克但是在最近的话 我发现这个英雄真的是 超秀贼好玩 好 在这的话终于打TS 其实纳比克这个英雄打TS的话 并不是很悲劲 因为的话纳比克这个英雄 完全不怕TS单杀他 他的那个Z往后丢 是可以基本上是80%的情况下 他都能够保存自己的性命 然后对拼不到的话 纳比克攻击力还不错 他这种情况 哎走位躲T 我只要躲了一个T 他就很伤 然后我这个Z其实可以A三下A四下A 我升级了 在A秒学X 在AXA好直接单杀 他的第一个T直接导致自己送 送掉了性命 也是我那个走位还是 嗯 还不错 而且中路的话是 乌鸦一直帮他吃惊啊 我这里的话还行 两拨兵补了两个刀 拿了给一血 快磨平了 好 这个英雄的话 我是借鉴了一下 Miracle大神的堆先技巧 和一些技能的释放实际上 我认为啊 他现在是 所有的 职业选手中 个人技术最厉害的 就是唯一能让我幸福的 一名多大玩家 而且 根据新闻表示 他好像是一个特别中二的宅男 我通常发现 打的话技术好的人 都是属于很呆的那种 他会完全沉浸在游戏中 无法技术 他才会技术好 嗯 其实我以前也是一样的 哈哈哈 好的 在这里的话啊 在这里的话 又给大家说点正式了 这个话 要给大家做一个广告 屏幕正中间的 那个男装店 bysh2008点淘宝点矿 呃 这个男装店的话 也是我一个朋友开的 首先来说了 为什么要接广告 因为啊 有广告费啊 哎不是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这家店的话是新 性价比非常高 接广告 我当然也知道啊 由于我直播作为主要收入以来 我是视频的话很少接广告了 其实还是有不少朋友 私信我或者是什么的 那找我做广告 其实我有时候都不愿意接的 因为观众作为我的粉丝 肯定要对粉丝负责 所以说的话要广告要精挑戏选 要要对得起大家 这家男装店首先说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它的利润非常薄 它的那个价格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其次的话 它的东西的质量 我是 这家这这家厂商 已经很早就找到我了 我是很拖延的很久才做视频 我是才做广告 因为我是把他家的货 是轻手拿到手上验证 而且我要自己穿 我觉得不错 我能接受 我才会做广告 而且这家店不仅是你能接受 而且是性 而且是性价比和质量都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价这个质量真的是超好 大家如果说稍微有了解一下那种外贸辐射都知道啊 你一定要质量做的特别好 你才会 就是那种玻璃多效才会卖出去 而且这 而且这家的就是怎么说了 这家店长的审美也是非常好 选的一些款式啊 和一些颜色都是比较偏向于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 就是很无脑啊 你进店就知道了 一些热卖一些商品都是一些新鲜味 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很无脑 非常适合大家的口味 而且的话是七天内啊 随意退换 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可以直接退 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承诺一下的 好 这也是我 个人比较推荐的一家店 大家打开看就知道了 真的是 很神秘 性价比很高 好 广告就告一段的 如果说有想在我视频投放广告 或者是有想一起玩游戏陪念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业务 可以加一下屏幕下方的这个微信啊 那个小猪 12147258369 看起来好像很恶口是吧 这个后面一串小猪 这么一种动物猪啊 平时大家经常吃的 147258369呢 就是这个键盘的小键盘啊 从左下角按到右上角啊 大家可以看到 哎 这里的话对面一波迷之之源 队友是送出了性命 我这里的话也是被踢住了 这个一摩擦擦 一擦炮一个普攻 我假腿 然后的话这个TS直接一个G一个普攻 保给收掉 TS这个踢的非常远 保给收掉 看到对面人头大幅都领先 除了我单杀一个人头之外的话 我们这边是好像是送了四个人头 哎终于是扳回扳回个人头 好 小猪147258369 从小键盘的从下往上按 左下角按到右上角 好吧 这里的话我还是比较肥的 6G 他这里的话想干嘛 能这道他就死了 这道然后偷个G一个X一个普攻一个G 直接收掉 他这里很大意啊 他这里的话 并不知道我6G伤害这么高 偷了一个G电的话 他完全就是 懵逼了 对面有个隐患 是隐魔非常肥 我们这边的人的话 都是比较高分的 所以说这场双方应该是属于一场失居力敌 我看能不能收尾 TSATP 我这里直接刻起了双方 有一个7G 我这里直接一个G 一个普攻一个G 再一个普攻再G起来 丢过来再一个普攻 哎呦我这里 哎呦我这里有点贪了 我这里省了一个X 如果说不省不省这个X的话 我是不会被TSG体两年给打中的 哎这里的话 呃他这个G弹的次数太少了 并没有弹到小翔 小翔白开了一个壳 但是这里 TS是没有蓝开大了 这里小翔 呃NH这个魔棒 然后回头一个一个窜次 大叔妈过来一个普攻一个暴击 然后小翔还在这里慢慢放风筋 这里的话人马是没有蓝的 双方都打得比较自信 想都想修一波迷之操作 可以看到这个人马的走位 已经非常变态了 小翔那个走位也很夸张 哎呦双方互修一波操作 最终以人马胜利告终 我在这再回到中共 上一波是我瘫了 上一波我不瘫的话 我可能会输个 好的 这是先投一个套 然后这个我来打一下 再打一下 好的再A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玩这种法师的话 你如果说买到一定的属性装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普攻看得比较重要 多用普攻耗血才是你能不能够击杀的关键 好 每对我说一下 坐下戏 这桌上已经有点黑了 啊 这下有很多 有很多英雄啊 你看起来不起眼 其实他中单 他是非常变态的 比如说纳比克和土猫 这种公认的辅助英雄 走中 如果说打了出自己的节奏 我将会非常觉得威慑你 就给对面一种 哇操 这中单怎么这么变态啊 好不想看到这个英雄 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玩的不好的话 玩着玩着就就完成辅助了 所以还是非常考验个人能力 我以前啊 是从来不看其他人的视频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打的挺好的 也是不喜欢看视频 或者是不喜欢学习别人的打法 自从啊 这里要给大家安利 我自从 自从接触了 迷你口大神 我真的是觉得他的技术 完全领先其他 其他人 大家有空可以去 又不收下他视频 MIRACLE MIRACLE 是OG的中单 这小强过来帮我了 看一下这一波 我还有个套的 哎呦 直接被 在这里我直接被那个了 直接被 历史一个 一个罗马给打死了 前面 对面配合还是有点好的 我们这边有点出事不利 这里又有个提 又是提中 小强并没有开出可来 感觉要支付了 哎呦 直接被一个套子给秒掉 这里的话 大熊猫切入有点慢 这里的话 人马又是杀掉了VS 这边行驶一片不好 而且人马这一波的话 而且大熊猫这一波的话 第一杀不了人 第二次 这可能会是 这个人马走位非常机智 又是一脚踩 一个普攻 一个 一模一炮 直接拿了人头 前面局势 是一片崩盘 我这TS被我打的这么帮 都能混到 是一个主顾 我的天 嗯 正差的TS 老是他妈一直把他按着就行了 如果没事 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阵容虽然能说有点法力 但是 还是靠操作 有的翻翻前列的 这个眼特别不好 我这个人比较贪 我插眼的话 就经常会犯那些失误 就是我想在 又在视野最大的情况下的话 又能够保证 不被反 就容易 他这里先把 逆时 借过来 一个 哎 这什么技能啊 偷了个冰霜护甲 那爆发好像不够了 我没偷当多吧 哎呦 这里直接 我一个插炮 我一个插 插秒掉了 那个 逆时 然后TS 这里是杀掉了两人 我这个冰霜护甲 偷了真是要报警了 我提前没有看到 乌鸦放的什么技能 直接想着 他不是 不是吃冰 就是诺马 结果是个冰霜护甲 这TS过来了 我看能不能 还好 亚伯特没有包过来 这边的影模式 超飞 无解飞 TS还在地图这边徘徊 我真的是偷了一个闪电风暴 还不错 这起来 丢一边去 闪电风暴的话 也是个比较好的技能 因为的话 纳比克释放没有抬手 变相让他在很安全的地方 再释放这个 闪电风暴 会非常爽 你看TS你有时候放一抬手 人家就会向来攻击 你就会把你先手 但是 纳比克没这个后顾自由 纳比克没抬手 一记 立马往后拉 我们这边的话 还有个大鱼人 大鱼人 男总帮我的话 被支援那波 对他来说也是很伤 对我也是很傻 但是我们在 我是我们这边 唯一一个肥的点了 其他人都不肥 看一下这个 我想隔着铃子 先把它借起来 丢到我身边 一个借 一个锤 直接收掉 闪电风暴 我一向不喜欢把它做一个K头技能 因为它可以放两次 我会先借一下 然后再借一下 所以的话 吃魔瓶那个肯定是真的 但是我CD 只能先借一下 减个数 让小强过来 借 这个预判有点早 但是我的双记 还是收掉了人头 直接购买跳刀 我这起来 直接丢到小强脸上 小强很默契了 对着自己脸上 就是一个 但是 差了一点 我这里直接 一个 一个几个差 拿到大沙特上 前面缓了一波的话 我现在还是比较肥的 六个人头在手 应该是我们这边 最肥的点 帮队我们一下 把拿着跳刀 闪电风暴这个阶段的话 不是说实话 这一盘的话 对面技能并不是很好 这盘纳比克想要好点发挥的话 完全得看 大招出来了 我先把 好的 这个踩 跳踩是没有踩到我 我这直接 把他这回 然后再跳走 然后再偷一个技能 偷到一个人马上踩 嗯 再直接TP回家吧 我想 再铺两张TP 中正的话 应该可以打 我们这边的话 目前来说 大鱼人和 大鱼人和 潘打参团比较低 就我不然是小强 我们打架打得比较多 看一下这一波的话 这个人嘛 我先打断一下 他跳到 然后再把他丢走 跳一 小强直接被秒 我们这边打架人是有点少 就如我刚刚所说了 我们一号位和三号位 不参团的 就我们就我们三个 两个酱油 陪着我再打 这波算了 能偷一个是一个吧 这个我来 空中 踩 踩一脚踩一脚 我正是为了 我连插都没放 能把对面逐个 击破人 抓 抓个一两个人 打乱他们的推进节奏 就不错了 因为对面的影模 是超无解备 TS也很悲 这里跳刀 躲跳惨 这起来 惨 但是没什么暖用 我这里跳过去 只是想打断一下 他还跳刀 因为我的控制技能都在CD 下路又是被抓了 我一个地受掉两个人 我们这两大哥 这个战备是萌萌荡 被人马踩了两个 打了一队 第八两个人头都受了 哇 而且我们还掉了个塔 对面这个影模 是一个很聪明的战装影模 出的属性装 加支配 战装吸血 战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打法 第一支配的话 还是打大鱼很有用 因为护甲高 第二的话 他打大鱼猫 他完全可以战斗 这个TS有点迷路的感觉 我想把他抓掉 看一下这个TS 跳过去 先一脚踩住 然后再插 然后偷技能 开麦冲星星 然后再这 然后再丢回来 好的 这个人头 说多了都是赢的呀 但是对面的话 TS只是个幌子 对面好像是打肉杀了 我决定去抓一下肉杀 这个幻想会 能让我稍微回一点难 看一下这波 颖魔叔叔挺高了 有只头狼 亚巴顿顶在前面 对面四个人 在肉杀这里徘徊 我这里难不是很多 其实对面 直接打肉杀的话 感觉我们崩了 这波我没什么战斗力 我难太少了 哎 跳踩我 跳踩我没什么用啊 先把他丢走 反正对面放起来打肉杀 我直接就回家了 反正对面这一种 好像又中推啊 看对面这个架势 对面好像又中推 我现在技能不是很好 脉冲行星在没有装备的支持下 是个费技能 想想这里去剑一下 剑的效果很好 这波的话 从四七分钟开始 对面就开始抱团了 而且抱了很紧密 我这里想换个技能啊 偷了个啥 偷了个C 我开C把他丢过来 但是有冰霜护甲 我感觉我 不知道能不能杀他 跳过去 他开着大 我还是留不住他 呃 前方的话 天然是四倍 三个爪 手杀了 我们这里再包过去 我要换剑龙了 先擦一下 这里 行的走位 他想杀人 我先把他这一下 偷了个技能 开个大招 哎呦 这波的话是 哎 我在这买活了 不管了 这波团不能数 直接先偷上来踩 一脚踩死 然后在这里 在这 拿过来 再踩一脚 直接杀掉两人 这一波的话 我 我应该把这个人马 往远 往远处 这一段 我弹了 我把他往近处 这一段 导致我没有 被打打断 打断跳的时候 他直接就过来 过来 把我给那个 把我给踩住了 配合隐魔 给我给杀了 其实刚刚已经是一波 很漂亮的迂回了 但是我这个技能 放错了一步 撕只豪泥 叉子千里 那那里人马 不能直接跳踩我 我后面 脱塌了奔腾 会很好的走位 发挥绝大的作用 这波有点 有点小失误 一点过于 盲目 盲目自信了 好 走路对面要退进 我现在先手技能还可以 我可以跳踩 跳踩然后马上换技能就可以 走高地吧 对面男士羞涌 毕竟现在逆风 而且逆风的还不小 我们这边装备的话都不是很齐 都不是很齐全 人马快BKB了 哇 人马快BKB 天然是写金石 这一波的话 我想迂回 先买个撑 撑 哎呦 这里有个一模人马 我这一波的话 并不是很好抓 这个肉伤啊 这个人马看到了我们的视野 马上绕一下吧 去下面绕一下 大熊猫也是在赶着过来 这里基本上可以开团了 哎 这天还怎么从后面绕了过来 完了 雪波没些怪 直接送了三个人头 这波我们的配合是很有问题啊 五人黑 然后打入山的时候居然有人没有来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应该的地方 我们在这晃悠了这么久都没有赶过来 嗯 这波现在有个巨大捏事 好吧 巨烈 我们这边的话 四个队友都是11级 但是我14级 对面最高的在13级 嗯 怎么说呢 对面这个阵容暴力上高 我们还不一定防得住 这个暴力上高 我觉得 有点危险 这个脆弱的防御塔 坚持不了多久了 看小强去见一下吧 你魔术也很高 而且的话 那亚巴盾可以解减灯 也是很恶心的地方 十格血精石带盾 我的天 我想偷个偷积电来放 哎 没 脉冲猩猩猩猩猩猩也可以 这里直接线手被秒了 一个 我把它追过来 然后插一下 然后开V 然后大云 过来 第一条命 哎 直接被秒 这个脉冲猩猩猩 效果不错 看他切到了一膜 嗯 虽然不能杀人 但是制造的混乱 我这里再偷一个人马人踩 小强直接被秒 这一波的话 我放一个擦擦中五人 喝个磨瓶 在这里一个跳踩跳踩五人 然后救掉了熊猫 杀掉了人 救掉了熊猫 嗯 这波一换二人马跳踩 我这里已经提前预判这了 这里人马救我一手 我一个这 然后往后这一下 好的 直接咋晕其他人 我这里的话 跳走 这波勉强守住 这波大云人很关键 我这里救到了熊猫 大云人救到了我 哎 但是我们这边只有我一个独秒存活 嗯 我还要跳踩的 刚刚我已经预判这个人马 但是还是不够快 又过来 哎 这个距离没控制好 这个距离控制好人马 直接就被秒了 这里再偷一个闪电风暴 这个阶段现在比踩更有用 因为他转cd 我这里一个G弹到人马 然后跳过去 好的 小强直接杀掉了 人 我这里的话想走位 然后再回头一个G 小强偷掉了 后面两个人的小强自己要死 我先Z一下 往后丢一下 哎 好像丢到小强那里 但是天是没难了 过去一个G 一个普攻 一个X 好的 后面能射尾 小强一个跳戳 然后一个点灯 然后再一个普攻 一个G 直接射尾 这一波 为什么对面没推下 而这波为什么对面被灭了 因为我们这边等级比较低 卡等级了 我们这边人复活比较快 对面是面 面临那场五威十的团战 这也是啊 在前期不能够大意的地方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被破了一波 因为灭了对面一波 我现在非常匪 24分钟 17级的大漠导师 你先场上所有人上波团战 我没死 这里我先出了一件团队装血精石 然后再捡回了一 那一张我被遗忘的TP 血精石这个道具的话 可以保证打团的统治力 第一无限血 无限难 第二的话 如果说我不小心提前被秒的话 也是为团队做出了巨大贡献 25分钟挑到血精石 也不算太慢了 天然是血精加板奖 其实我第一次脱的那个技能啊 卖那个卖冲猩猩下滑也挺好的 直接把TS一条命无伤秒掉 但是其实有潘大的功能 潘大师把后排给断住了 不然我可能直接就秒了 再给队友说一下 开开好视野 潘大师开引魔 吹吹LOV 然后和上波一样的开团 就能够赢 团就能打 这一波可以开悟出去打 我觉得对面第一扫个盾 第二的话 对面站好阵型了 我们会更难打 看这个TS是不是来支付的 哎 旁边有个亚娃队 还是支付不了 这一波 鱼人先手两个 我这里直接跳过去 想象一个错 我一个技技到所有人 这一下拉 这一下无妖 不让无妖开出大来 然后回头 再一个普攻 还是阻止不了 他开大 然后我这里后续继续 不停的输出TS 我这一波并不是很想换技能 好吧 这一波我们运回 打得很好 我们这边人都没有死 我一直在边上不停的放弃了 不停的放弃了 好的 TS死了 偷了一个加血 往后丢一下 好的 结果亚娃队被打出大招来 也是一具尸体 我们这边就死了个 就死了个VS 你模式过来了 我整了一个叉 然后给大熊猫加口血 小强不停的变成臭蓝 诶 大鱼又是过来 我再给大鱼加口血 然后追起来 这个亚巴盾 往后丢一下 然后杂鱼的一模 一模被点了个灯 再一个叉 然后一模用分身符 我用跳刀 躲一下他的普攻 你死了 你死了 又是赶了过来 嗯 可以散了 基本上是可以散了 结果在外面 能打过就不错了 不得不说 这个TS的伞电风暴 真的是太好用了 CD短 CD短 然后伤害 伤害不错 有个减速 这边又是一波下落季节 我这里的话是更新了个飞行 现在是消瓦了 跳过去 偷个技能 偷到了脉冲星星 诶 换过来 我直接追起来 然后开启脉冲星星 然后戳一下 这里人妈跳踩 没什么用 我直接把他爆死 看一下人妈 盯起了VKB 我先把脉冲星星给关一下 我的男孩很多 哎呦 你是这个大弹的我好痛 这里想杀我 但是我非常重 我可是一个血精神 纳比克 这边的话 跳过去 查一下 我许潘大开档 吹起以魔 追杀节奏 我这里 诶 直接被一个T给秒掉 大约 我这里 先开V 然后再J起来 然后把它往后丢 以魔的血量也不多 再放一个X 我这里很慌 我还差一下就死 就死了 以魔 我这里直接偷C炮 转身一发C炮 但是 还是小强的人头 可以再迂回一步 但是TS血精神点数比较高 就已经赶过来了 我这里的话 想在这后面偷人的 算了 空一个负 跳过来TP 哎 TS 哎呀完了 陷入了一个 绝境 咦 TS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好累哦 这一波的话 是有点贪了 不过还好 我是自杀的 对经济和金钱的影响 都不是很大 但是这波 就是让血精神 跌了一下 反正我不能秒活 血精神 现在少这么个 三四点 也影响不大 结果对面 继续尝试推进 哎呀 目前呢 说还是 我们这边的第二路 还是岌岌可危啊 八点血精神 但是我想要打个 买回的钱才行 你摸双倍也非常豪华了 把总统先给处理一下 我看见下 我的买活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等级有点高 怎么去打热箱了 这个热箱只能放了 这个热箱是真的受不了 可以看到我这里耗闲是耗得比较的 比较的厉害的 直接一把亚伯人快耗死了 打鱼跳踩踩到TS 我这里的话 小强有危险 先放一个X 然后他们还想集火 集火小强 我一直在看小强的血量 跳过去给他套 直接人马这里的话 直接Z 然后再空洞一个地 直接把它给收掉 前线战场的话 潘大也是拖住了很多人 我们这边虽然没有传统盒 但是都是那种很迂回的 很迂回的 打法 就是用操作来耗死对面 很迂回 挑战人 我想切一波后排 不知道对面有没有看到我 好像看到了 但他一幅看到我 他要干搞我的样子 还是很爽的 这波我肯定有买活了 下一波团的话 应该输不了 写金石家买活 这个团很难输 对面想打肉3 这个肉3的话 现在可以守一下了 对面少人 少个很关键型的比特别人嘛 看下这波直接跳进去 对面没有挡 我也跳进去 躲在这个视野的阴影之处 我感觉小强 这里有点危险 这样走上去 哎呀果然 我们想直接 哎 小强错了三个 潘大 潘大 跳踩 然后被S换过一下 这波团 我被打掉 打掉了大多数的状态 这里小强直接被瞄了 头痛 这飞上带线吧 算了取消掉了 下我看了一下小地图 队友都在被追杀 这波还走不掉 偷了一个奔腾 小强这波买活这个肉伤 我们是不打算放了 我准备去带线牵制了 但是看了一眼 这个肉伤好像放不到 看一下对面怎么做选择 是打肉伤还是推高地 看对面这个走过 应该是要推高地 我现在非常非常热 以魔力捕来把跳刀 跳刀分身鼓 支配夹水天眼界 应该马上就避开避了 先买个极限法球 我这里不打算就买活了 这潘大直接先找 然后想用跳刀躲 跳伞没躲掉 不过没事 我有个奔腾 然后在这里偷了TS技能 丢到我身边被跳伞 一个X直接把他杀掉 这里还偷了一个满阶的C 我不想浪费这个伤害 直接跳过去 然后以为我飞鞋很快 这个人马空彩了 再再插他一下 对面这三个人完全没什么伤害 在我灵动的走位之下 这三个人就像三只小猪仔 以魔这里的话 哎 交错谁大招 我偷了大招 我这里生命还是很低 先缓一波 完了 这波溃败了 潘大没大 等一下打团没用了 这波的话 以魔直接跳这 然后原地摇打 瞬间秒杀 我这个以魔的大 以魔被我放了一个完美大 这一波的话以魔倒下了 这个团我们肯定会获得胜利的 对面两个残血了 我在后面迂回 又偷了一个跳踩 过去再一脚跳踩 牛猪他 好的 收到了大量血精石 以魔一倒 对面都得倒 这波以魔刚刚有大半的关系 大概有60%的血 加一个无光之盾 应该有个1000多点血 直接被一个完美大招给秒杀了 再在飞波上 诶 TS 或许先跳踩 再偷技能 然后再插 再普攻 然后再开V 再Z 然后再丢到后面 再Z 好的 再卡位一下 然后再走位 诶 但是还是没有多聊天 但是他已经死了 然后再丢第二个场 好的 这套操作也是 很稳 很稳 后续我会再出一点入装 凌天把球 基本上就回血回蓝非常快 然后也很肉 属性也足 刚刚单杀以魔那个操作 完全 拯救了下路崩盘局势啊 对面现在就不怎么 不怎么敢推了 2200连血 10点护甲 这个拉米克也是 很强 找到一个加速 准备打团了 这里大鱼人带盾 潘塔 这里的话 赢了几波团的话 经济正常也是非常快 所以在做出了贵药 贵药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 嗯 一般 我还是比较喜欢出A仗的 不知道为什么A仗 潘大好像有点没落 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A仗 A仗什么猫 第一A仗减CD节奏快 加上的话 他额外的多三个技能 还是非常好用的 多一个踩地板 多一个95 还多一个暴击的罪群 打起团来 我只能说 如果说A仗熊猫完美操作的话 作用非常非常巨大 如果A仗熊猫刷钱 刷钱 涮及卷 不要 涮及其他 通过 特别 不 通过 是 有 可以 是 有 然后在这里的话先把他给秒杀掉 后续这个我这个技能先别换 你摸BKB 想想推了一下自己 我这里开了加速 不停的运回 不停的运回 还分手不解一下顶灯 我一个插插动所有人 大云插动所有人 我跳进去开威 想想一个错 直接秒杀 好的 然后我这里还有加速效果 这个逆手也是个尸体 推了一下自己 但是没什么用 好 后续这个亚娃盾 你也得死 这波遭遇战的话 我们直接一换五 我们这个阵容啊 就是打运回的 就是靠操作打运回的 正面硬碰硬的话 我们这边说的话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传统盒 没有什么输出点 然后只能说 大家的保命都比较强 打团队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有潘大这种的 怎么说的运回型英雄 再加上纳比克啊 小强这种比较能控的 还是能够打的 只能智取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回血是非常非常快啊 我这个回血非常非常快 每秒大概每秒回二三四点吧 我觉得 应该有了 应该明白 应该有二十点 我觉得 下一步继续出肉桩 把自己当成一个TS再玩 因为对面这一场的话 什么有很多很好的小技能 比如说牛途的沟壑啊 还有 他开了分身符 我一个X找到那个是真的 但是他打不动我 我也杀不了他 他被X过后的话 打我是并不是很痛的 哎 这里VS VS这里 应该是为了救我死掉了 好吧 虽然来说我不会死 但是这里还是 啊 妹子那只能先卖为敬啊 哈哈 我这也想去换技了 偷了一个大招 这里 诶 又空一个加速大团 大语人 现在就切入 以模开始VGV 人马开始VGV 我这里跳到边缘 然后先开个人马大 然后再偷一个以模大 这个战场找得非常好 然后再杀这个人马 这波正面的话上不去 正面上不去 熊猫死了 熊猫死光了 只有一个风熊猫了 现在风熊猫吃个废物 什么都干不了 我在迂回一波 然后在这里 最起了一模 直接原地摇荡 抽起了TS 我瞬间把他秒杀 哦 但是TS的血精石 是把另外两个人来的差不多了 TS的话大半年线 瞬间秒杀 我再偷一个加写 嗯 我由加速服来迂回 这个鸭鸭灯肯定是个尸体 看他后面还能不能找人 应该找不到了 你摸的这个大刀还是好用啊 你摸的这个大刀还真的是好用 我去购买一件笑话的卷轴 我现在肉很肉很肉 从由于中路没下 我们准备把上路先带一下 还能再带过 对面没什么空子留我 还能再带过 这段导谈我就偷一模的大和TS的技能 还有有时候看了看机会好 能偷到人妈的踩就偷人妈的踩 对面的没有像牛浪的锤 十温的什么 牛浪的锤 牛头的沟壑这种的 性价比超高的小技能可以拖 所以说这盘的话只能靠这些 看似不怎么好的技能来发挥这个威力 二十三年写进是二十四级 基本上是秒活 我真的在踢他下了 把两个线给带过去 这波我的装备非常豪华 打起团呐 我都不知道这个拉比克怎么死 除非被五人结伙 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死 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 先跳走 对面的人都不见了 有可能开悟了 这波哎果然接触到了 我这里的话 偷一下他的战争践踏 我潘大没开车大来 直接被秒 我先开歇瓦 然后跳过去 歇瓦住所有人 然后开打开了视野 然后顺便再踩一脚 立马跑 我哎呦 这大人这个走位 赶紧从小兵缝心里面穿过去 走位很灵动 这波的话惨败 好吧大鱼人 呃大雪猫过来的话 是没什么作用 买活死 相当于我们这边 零换四 好伤啊 哎 对对他跳得过来 赶紧跳走 对对面想开悟追人 但是肯定追不到我的 我走会比较小心 下一步的话 准备出一账 反正我现在不用 留钱买活 我是秒活的 嗯 我现在只管保证 自己肉就可以了 这波双倍服 我直接踢下路 开启了西瓦 哎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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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跳踩四个 但是我还是被以魔后续伤害 给打死 这波的话 中间我的超神 但是这波我感觉 我过去能收尾 跳过去 先制一下TS 然后再插一下其他人 一个G点 击中三人 我去的话 不能让他走 一个普攻 再一个普攻 一个G点双杀 虽然我这波死的话 但是还是可以防住 刚刚上一波问题出生的 就是人马跳踩我的时候 我没用跳 我没 我没用踩来 先手控住他 如果我先手控住他的话 我不会被他踩中 我就会少掉很多血 后续余人就 我直接半血反打 对面都扛不住了 刚刚的话 是反应 反应有点慢了 刚刚人马跳踩我 我居然没用 我居然没用 踩来 反控他 唉 如果踩中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刚刚那个走位 是没有问题了 这个位置对我来说 并不是很危险 我很热 再加上 我有一个好技能 对面控有少 不过没事 大型的 其实 是 这 不过 我 怎么 还是 我 我是 有 直接放 放技然后再偷技能剑一下 偷到他的那个 脉冲星星 脉冲星星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很好的技能 因为我的属性上来了 我够肉 然后我的蓝也多 打团的话作用会很大 我再去下路代谢 我再去下路代谢 盾的话队友可以挡 很快的 出到了一张的话那个脉冲星星会有质变啊 220点伤害好好痛的 而且出一张的话减cd也很好用 哎 你看到没有这个人马看到我扭头就跑 中弹纳比克和辅助纳比克就是不一样 辅助纳比克人见人欺 这中弹看起来好可怕 因为我 外送星星还是一百一百六十点伤害 我要重新偷一次 前次开杯的话我就跳 跳Q他 偷到了 这次是220点伤害的大招 好痛啊 在明前就不一样了 痛了个档次 打起团队的话 我就是一个没奇怪好吧 这一步的话可以尝试性推下高 这一步的话可以尝试性推下高 我们上路再打起来 但是这里有个TS啊 我把他队了一下 开了一下西娃这里 哎呀 这里 偷了是踩并不是大招 我出不去了 雪崩 偷踩两个 我这里的话雪崩 先自杀为季 先自杀为季 这波我带头搞了一波事啊 完了大熊猫也是被秒 这波我的我的 这波搞 带头搞了一波事 带了一个大节奏 还对有团灭了 女人先约回着 我在这马上能过来 我直接飞后面的车吧 飞车安全一点 大雨人有盾的 这波还能打 小强这里是没有开出壳 不过他戳中了 隐磨 隐磨物数很高 我在偷了卖冲星星 直接 疯狂爆炸 来 A我 A我好吗 哎 小强跳过来 我卡 卡了一下 我这里是飞鞋 隐磨应该是跑不过我的 就是跳下我 我不停的爆炸三个人 对面踩中三个人 我在这一个往后丢一下 然后在一个插 打出了巨鸽伤害 开歇瓦开视野 然后对面都没有boss了 这里的话 这个隐磨也是一具尸体 讲道理 这个隐磨也是尸体 很强 我想从这里过去 等跳到cd吧 在一个 这个火光直接收掉 你还给车 点了个灯啊 黄烂自动 连车都点了个灯 四千多块钱了 上一波我 上一波带了一波节奏 我没有等大熊猫 哎 我以为我是很安全的 其实我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我 我 我 这波 依旧是爆炸强 买活加飞鞋 然后 然后有着那个 A罩的那个 TS大招 破两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乌鸟是买活 乌鸟这个买活没什么用的 这我跳过去它就是个尸体了 这买活有什么用啊 没用的 我感觉TS掉死 TS被小龙弹了一下 我开细瓦 减速 然后一下普攻 大云一个推推踩 踩中了 解下晕眩剂 吹了一下自己呀 我去的话 直接被一口抽篮给抽死 在这人马想杀我 疯狂输出我 我这里的话 还差一点点血 疯狂双击跳刀 诶我这里又没有死 回来回血很快 追起来 然后丢过来 呀 这里卖了一波门 TS还有个位数的血没有死 我这里太过于自信了 不过TS是买活死的 我这里的话 我这里就不一样了 这波提来的买活死 我们应该推三度 不成问题 推两个不成问题 第三度的话有二堂 可以来可以来拆了 好的 这里的话 也是到尾上了 欢迎来支持一下那个 我的那个 男装淘宝店 夏天到了 购买几件短袖和新衣服 性价比都是超高的 给大家强调一下 好吧 本期精彩的纳比克呢 就到尾上了 我说 好了 建议和意见可以来 通过新的微博私信告诉我 或者是有什么靠服的广告 长期广告的 也可以来找我 好的 差不多这样了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OK 那么各位观众 端午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